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永生 他眼神坚定 额观薄黛 身着华服的他腰配重箭 手中的缰绳绷得笔直 缰绳的另一端紧紧地拴着一条巨龙 巨龙昂首翘尾 身成龙舟 他似乎已经准备完毕 即将摆脱形骸的束缚 前往永生之地 这幅人物玉龙薄画 坐于战国时代 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薄画 他出土于成沙子弹库 发现时平放在裹盖板和外观中间的隔板上 是丧葬中使用的隐魂帆 滑盖高琴代表着墓主人正游走于天空 一条鲤鱼引领着航程 墓主人驾遇巨龙 而龙正是可以穿行于人间与仙界的接引神兽 魂熙归来 反顾居塑 相设君士 敬贤安塑 据说 塑是远古处地乌鹰的残存 楚人认为人死后 破往下沉 魂往上飘 因此把薄画藏在棺果的夹层中 游魂识别墓主人形象 就会归来 完成生仙之旅 坐于二百多年之后 西汉时期的T型薄画 同样作为隐魂帆 则将楚人有关生死的宇宙观 表现得更加完整而立体 画中 生死如阴阳相互转换 死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 如四季循环往复 杂柔一体 薄画下方是地下的世界 长夜玄冥中 巨人脚踏鱼 震慑恶灵 托举起大地 薄画的中间部分 墓主人的魂魄 则由双龙搭载着 一路升腾 穿越人间 上方的天界中 天门大开 这里日月同灰 是墓主人将要飞升成仙的地方 装在着墓主人的观果上 同样描绘着生仙的极乐之境 消失的生命 虽暂时如烟云般飘散 但在各种神物的庇佑下 阴阳调和 魂气聚合成形 永恒的生命 在另一个世界 逐渐复苏 除人的丧葬 用楚文化奇幻神秘的形象 为逝者的出死入生 描绘了一套 规律而完整的路径 死生为昼夜 生死非人立可逆转 可他们又如春来秋王 昼夜更替 这是大自然冥冥之中的暗示 楚人对生命奥秘的探寻 幻化在烂漫的图景中 让那时的人们面对死亡时 不再恐惧 因为他们相信 死亡是为人之路的终结 却是成仙之旅的开端 誓死如誓生 这样的生死观 影响了中国的后世千年 生而为人 死后成仙 这才是完整的生命记忆 而生死之间 应欲聋而行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 请准复 请准备